残破的屋檐外墻 这是72岁的领导先生所住的地方 踏进屋里情况也没有比较好 联酒失修的墙面 似乎寒风一吹就会透进屋内 就让志工不舍得 其实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大小便无法自理 室内充斥着不好闻的味道 三位志工两人负责冲洗领导先生的身体 另一位一手拿毛巾 一手要紧紧握住长辈 提供安全感 大家挤在小小浴室中 替古兽如柴的他洗头洗澡 老人家好久好久没有这样梳洗了 不只洗澡换上干净衣服 志工扶着长辈到户外晒晒太阳 还替他修剪手脚的指甲 呱呱活字也协助理发 清爽又温暖的感觉 长辈脸上线条也柔和不少 志工们围着领导先生陪他说说话 另一头其他人忙着清理房子 心很痛很不冷 因为他那个大小便都没有办法治理 此日志工是接获通报 发现独居的林老先生近年来因为生病 行动逐渐不方便 原本照顾他的弟弟弟媳年纪健长 对老哥哥的关注也无法周全 经过一个下午的清洁整理 林老先生的房间终于好了 把人带回床边细心呵护着让他躺好 干净的床板温暖的被子 还有志工们满满的爱 大家期许能够让领导先生舒适安稳 度过每一天 大家新闻真摄美志工 洪瑞珍 陈昌明 高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